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要求他们出境 以及限制再度入境的这个处分 主要就是根据中正义分局 在104年6月10号 对这些韩国工人 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第90条 所谓的违法在他人围墙上 张贴白布条 这种莫须有的指控 所做出来的 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的裁罚 因此移民署对这些韩国工人 做成了要求出境 以及限制再度入境的处分 但是今天台北地方法院 在审理之后 已经发现中正义分局 所谓这些韩国工人 有在他人的围墙上面 张贴白布条的说法 以及指控 是完全不实的 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因此台北地方法院 在经过审理之后 依法撤销了中正义分局 对于这些韩国工人 所做出来的裁罚处分 那么移民署 依照先前所依照中正义分局 所做出来的这些裁罚 对韩国工人 所做出来的限制入境的处分 我们认为已经在法律上 已经失所不离 因此我们在这里 要公安呼吁移民署 在这些韩国工人 没有违反任何 中华民国法律的情况底下 应该要容许这些韩国工人 再度的入境 因为我们是自由 民主 法治的国家 你知道你们校级单位移民署 我们订宿院署的时候 跟宿院处理的程序 完全不可以对口 我们根本不知道 书院处理程序的对口是谁 你们知道移民署 你们下级机关做出这样的事情吗 没关系 你们的书院 我想就是在书院书里面 都把你们的意见都陈述在这里面的 那我会带回去 就是会去做出力 你可以先介绍一下 你是什么单位 然后名字吗 OK 我是那个移民署 台北市政策队队队长 移民署 为什么是移民署 我们没有了是内政部 内政部所以会给我出来 他们明明被你们吃掉了 就是你们吃掉 书院书啊 你们哪有书院书还敢说 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现在才有回去看 你有没有搞错啊 书院书的内容 这内容不想你们的书院 我们书院书早就已经 移民之后 你要书院书 都现在发愿了 求你们大家做什么 拜托也不敢 我们到底要怎么办 你要直接够了怎么办 我问你书院书 我们已经递进去 好这个承办人是谁 处理人是谁 承办人是谁 麻烦你现在给出一个答案 现在书院书我们已经寄到内政部去审议了 什么时候寄的 8月17号 我想那个 8月17号 8月17号 我们7月10号定 那你8月17号才够定 依据那个书院法的规定 他是可以三个月内来做书院的规定 没有啦 是我们新闻导出来 你才会 我们依据书院法第五十八号 你要叫你抵抗出离 你处理了嘛 没有关系 就这样子 那书的那种 就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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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你们违法推出出禁 就这样子 是 你那边 谢谢大家